以表板最左边是转速表 引擎冷却液温度表 下方数字显示车辆已行驶的总里程 最右方为速率表 剩余行驶距离 会显示剩余燃油可行驶的里程 燃油表 左上角显示温度 右上角显示时间 中间速率表显示行车速度数值 档位显示器 行车辅助系统状态显示区域 以及MID多功能资讯显示目 使用方向盘左方按钮键来更换三种多功能资讯显示目配置 左、中、右的显示目内容都可自由搭配 长按OK键可更换中间显示目内容 按左键可更换左边的显示目内容 右边显示目也可以调整 按返回键可更新设定 行车辅助系统启动后 系统在执行时会亮起绿色灯号 长按OK键进入选单 可调整安全科技配备相关设定 包含LTA、BSM、PCS等 最后可设定如语言、油耗单位、仪表风格等等 进入选单后 点选仪表模式 可切换三种个人化的仪表呈现方式 双环式 单环式 数字显示 点选仪表风格 可挑选 休闲、智慧、强悍、动感 四种不同风格 停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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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搬 停uche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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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